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就和大家分享我在职场的四个如何 好不好 四个如何 小帮位脑子一下子上来了 是不是 第一个如何 从头说起吧 我是2018年大学毕业的 本来就打算先回家啃老 结果啃了俩月发现呢 我这个爹妈都是铁骨针针的硬骨头 实在是坑不动一点 我就说我到上海找个班上吧 赶紧到上海找了一个大厂实习 当时也缺人 第一周就被安排了和总经理一块出差 很紧张啊 机票订错了 我现在的话说就是错了但没完全错 目的地是对的 班次也是对的 坐在给经理订成了经济舱 给我自己订了个头等舱 最后空姐好说歹说半天才换回了 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一个如何 我是如何在入职的第一周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位子 后来就没有再让我出过差了 坐了半年的办公室 你们肯定有上班来的 对吧 肯定有那么多的朋友 跳班 你会觉得平时工作很苦很累吗 会 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你们想和我一样快乐上班的话 你们就不要把公司当成一个职场 你们就把它当成一个道场 怎么说呢 你每天到公司你就俩事儿 阴阳和八卦 他这个对了太用了 这个很用了 太用了 回家了 你不要一直阴阳 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太爽了 我有点上瘾了 听到什么我就阴阳什么 加班的时候听到一句 哟 还不走啊 下一次我就会 哟 您没走我怎么敢走啊 对面也梦了 小伙你给我一保洁叫什么劲儿 你在这儿 不是你没走我才没走的吗 不要一直阴阳 但是可以一直八卦 我太喜欢听八卦了 八卦堪称我的精神部落分啊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 精彩的瓜 我是不忍心让他停在我这儿的 就是 我每次听到那一句 我只跟你说 你别跟别人说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好跟谁说了 说的时候 我也是不忍心 原封不动说的 因为我觉得吃瓜都无所谓 但你说话者 你必须要有匠人精神 我一定会加入一些 更耐心的语言节奏 更精妙的细节描写 和对这个结局的主观判断 就是 他说是八卦 其实是九卦 我还给他们算了一卦 当然 说句后话 也是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这种口口相传的八卦 都是一些低端的八卦 而高端的八卦 往往以PDF的形式出现 你知道高端的八卦 某某厂牌男rapper 有点东西 这个 现过 你实话 你实话 第三个如何 如何交朋友 职场里我们交朋友 其实不需要什么共同的爱好 只需要有一个 共同讨厌的同事 我分享一下 我最讨厌的同事 就是那种 你汇报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明明用嘴说就可以 他非得做个PPT 闲着你了 闲着你了 什么你嘛 小时候就小时候 就做成PPT 我们来看下一页 所以说我想分享 我在职场交友的 十二字真言 因为职场交友这个过程 是很微妙的 很容易说了半天坏话 发现对面是敌营的探子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采取 这个敌不动我不动的策略 你得等他来主动问你 你觉得森林娜这个人怎么样 不管你讨不讨厌森林娜 你都得说 我觉得她挺好的呀 如果说她跟你说 那我们可以一起玩了 她就不是你的朋友 但如果说她是那种略带遗憾 是不是 你觉得她好啊 那我要说跟你说了 会不会不太好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气口 咱们就可以切进去了 你就 展开讲讲 展开讲讲 然后你们就可以 像剥洋葱一样 一片一片剥开这个森林娜 你就亲囊相受吧 十分钟之后 你们俩的对话已经是 她双眼皮都是磕的 你知道吗 当然我也是听人说的了 听人说的 挺好的呀 展开讲讲 听人说的 此为职场交友 三不原则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不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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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如何 最后一个 你想快乐上班 你还得有个好心态 对不对 你不要被PUA 很多人会被领导PUA 他就想让你多干点活 他就跟你说 你不要只看眼前 你要把我们公司当成家 你下次你就回他 我在家里都是不干活 直接拿钱的 现在教训成爹 你敢答应吗 认清楚 咱们就是来赚钱的 对不对 这真是我写和类的教训 我当时也说 第一份工作 我可以不赚钱 我学点东西 后来发现 不仅不赚钱 还在框框为公司花钱 我这不明白了 我们那么大一个互联网大厂 一个项目动辄 八百万 一千万的 我三十块钱打车费 报了三月下不来 我就纳闷了 我说咱们公司是 没有零钱吗 哦 领导 合着您开会的时候 说的那句 We need a change 是这个change 这就是 我们也有wordplay 当然你也不要被自己PUA 爸妈望你成龙成凤 结果你成了牛马 牛马咱们就吃多少草 干多少活呗 那总有牛天黑了 主人都走了 还自己在田里待着 背着爬里 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十亩地耕完 是吧 给自己淋出来一条 deadline 没必要 所以说吃多少草 干多少活很重要 你别给多了 我们要像用多少挤多少的 海天蚝油挤挤瓶一样 分量拿捏超方便 领导挤多少 我们给多少 领导不挤 那我们一滴不漏 海天好 我是徒子 海天好 就是好 所以说你没必要干那么多嘛 对吧 你去看一个工资 永远是干活越少的人越快乐 上这班我是长大了 上班前我是那种 愁愁满志 这个事 他都能做到 凭什么我做不到 上班后这个事 他都能做到 那你多给他做呀 是不是你 喂 我不会想我凭什么做不到了 我只会想 总有人要白拿钱的 凭什么不能是我呢 与其找工作 直接跟老板谈 为什么不把工作 直接给老板做呢 对不对 这就是快乐上班的真谛 开始就告诉我各位了 职场是什么 职场是道场 我们只需要 到场就可以了 当然我说那么多呢 也不是希望大家躺平 对不对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快乐 健康的上班 谢谢大家 我是Pit 大家好 我是Pit 今天想跟大家聊点新话题 有朋友知道 躁郁症吗 知道 知道 我就是一个身上 有躁郁症的人 他也叫双向情感障碍 简单来说 就是你身体里藏着两个人 一个是活着的余华 一个是春晚的邓超 一个狱 一个躁 余华的时候 你的世界只能看到 痛苦和矛盾 邓超的时候 你的世界只能看到 这边的朋友和那边的朋友 有几个紧张的 不敢笑的朋友 大家笑出来 我特别害怕 一讲这个话题 大家脸上先是紧张 然后就出现怜悯 我们脱修的观众太善良了 但我完全能理解大家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 甚至我最好的朋友 小家都是这样 一听说我有躁郁症 过来跟我说 没事的 没事的 小家 没事的 都会好多 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 与君共勉 放松下来 就当一个reporting 大家就当一个reporting 我是在晚平南路600号看的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如果说你们之后 有机会去的话 跟你们说一下流程 就是先给你发几套卷子 给你做 我就在那做卷子 你是否喜欢独处 你是否在意别人评价 你是否渴望别人关注 越做我越熟悉 我说医生 我好像不用做了 我这个病应该叫 INFP应该是叫 小蝴蝶症 小蝴蝶症 做完跟我说 是双向情感障碍 这是我头一回听的词 双向情感障碍 我说我有病 怎么可能呢 走到厕所 开始拿手机在网上查 双向情感障碍 一查出来 有这个病的 还有牛顿 贝多芬 梵高 好几任美国总统 因为有一鱼成人的 想象力 创造力 也被称为天才病 我说那我好像是有点啊 我说老感觉和他们不合群 人是我什么人不对啊 我那想象力立马起来了 你们能想象吗 那个画面 我和我这几个 soulmate在一起 我在讲脱口秀 贝多芬在给我配乐 樊高在剪他耳朵 剪完掉到地上 牛顿说 这就是万有引力 话音未落 一旁的特朗普说 耳朵不要可以给我吗 耳朵 收 我是中度 就是那种可以住院 但是不必要 我一开始没住 直到知道了一个冷知识 就是住院可以走医保 我知道的时候 这冷知识知道了 我心都凉了 因为我已经在门诊 自费了四个月了 你们知道那药有多贵吗 怎么说呢 它甚至有一些减肥的功效 因为我买了那药 我就吃不起饭了 我说我 要赶紧去住院吧 但宛平南路 倒是没有床位了 我就去我老家省会找了一个 我以为这种地方 就是拎包入住 你知道吗 没想到去了之后 还有面试 那院长跟我说 你得先证明一下 你是精神病哦 这咋证明啊 但我大老远来了 我也别直接回去啊 我一咬牙 我说我豁出去 我证明一下 我蹭一下站起来 我说我是一个甘蔗 对面院长也懵了 小伙儿 我意思你把病历给我 现在不用了 你知道我去之前 还是有点怕的 但我去之后 发现这个地方 完全是被妖魔化了 里面的病人都贼可爱 就是每个人都是那种 活在自己小小精神世界里的那种 我刚去那天第一天晚上 晚上吃饭嘛 在那个食堂里 一个大哥站起来就指着我 他应该是个东北人啊 因为他章的第一句话是 我讲两句啊 今天来了个新老弟 和咱一个病 来 听我号令 给我一 给他一块鼓个掌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和你们完全不一样 当时没有一个人理他 就我站起来了 那一刻我们两个双向 双向奔赴了 医护人员也是 医生都是顺着你来 我记得有一个大哥 以前在外边是个领导 他特别靠你吃药 医生就会把药磨开了 倒到水里 掌控身跟他说 来我敬你一杯 故事也是 所有东西都顺着你说 我跟他说 我是个脱口秀演员 他说行 你觉得是你就试啊 我说我真是 怎么你不信我 我挺有名的 你不认识我吗 他说我认识你 你是那天那根干着吗 住了几天 出来了 发现确实不花钱 但也不赚钱 赶紧出来演出吧 出来打车 上车之后 司机还跟我闲聊 怎么来这了 来看亲戚啊 我说不是 来看病 刚出院 然后这个大哥 就一路上 明明是在跟我说话 但是拼命地安慰自己 现在这种情况很多的 没关系 不用怕 我随便问啊 像你们都是 百分百全日才能出来是吧 我当时饿虚味 一下上来了 我说不知道啊 我说趁他们没注意 我就出来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太不太的 之后那个大哥一路上 就没有再看过路了 一直从那个后视镜 盯着我 你知道我一个 刚出院的精神病人 和那个大哥 劝了一路 我说大哥 你得向前看 向前看 说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很难 那段时间 我一直状态不好 经常失眠 手抖 喘不上气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导致我的情绪 总是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给人当伴郎 我愁眉苦脸 清明节上坟 我笑出了声 你也不知道跟谁说 我说我跟我最亲近的人说 跟我妈说吧 我妈也不理解我 我跟她说了 我的情况 我妈说你看看 你看看 让你不吃早饭吧 没点说 状态一直不好 真正让我好起来的人 是我的健身私教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解决心理问题的锚点 会在物理层面 别人看起来 我可能会有点问题 但在她眼里 我没有任何问题 我唯一的问题 就是空股前移 其他任何问题 她都能给我找到解法 失眠 训练量不够 手抖 肩关节紧张 传不上劲 从跑步机下来 任何问题 她都能找到解法 我跟她说 我不想练了 我心里装的事太多了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她说那更得练呀 把胸肌练大了 事才装得进去 就是她让我好起来的 我甚至后来有一天 给她发微信 我说哥 跟你练完之后 每天我都累得 快要忘了我自己有病了 她还给我讲笑话 她说一个精神病小伙 忘了自己有病 那她不就是个精神小伙吗 真是锚点效应 我现在作息规律 好像这个病也规律了 三十天一个周期 我甚至发现 它也有一些好处 就比如我讲脱口秀 脱口秀的核心是什么 负面情绪 每到预期的时候 我都有源源不断的 负面情绪 可以收集起来 到早期 再把它全部 用我的创造力写成段子 这是躁愈症吗 这不先天脱口秀生体吗 这不是 要要要 我现在都有点依赖她了 我现在写不出稿 我甚至会对着电脑 说出一句 我一个男人 一辈子也不可能 说出这话 我说不应该呀 上个月不是今天来的吗 这个舞台就是 我找到最好的情绪出口 想通了 天才在左 风在右 甘着就得讲脱口秀 讲完了 谢谢 大家好 我是Git 终于比较第三轮了 朋友们 终于比较第三轮了 今天我们聊人生选择 我的人生 很多选择是我爸帮我做的 我爸原来是一个北京人 他在94年 在北京的火车站 和我妈一见钟情 但是因为我妈是个苏北人 我爷爷奶奶不同意 他们觉得 北京人就该找北京人 我爸直接把户口 从北京迁到了江苏 他说这个北京人 我不当了 他没想过这个北京人 我想不想当 有些人出生在罗马 有些人出生之前 还在罗马呢 这事还被我们同学们知道了 他们就不叫我名了 给我起了个外号 就叫北京人 小时候们觉得好玩 你不会想要说 我澄清一下 你只会想把这个人设坐实 我就天天学北京人说话 学着学着我自己都信了 老师说点啥 我们苏北同学们都在那 乌滴怪怪 就我一个人在那 哎呦 要了命了 您给说说 说到现在都有的改不过来 现在都经常认识一个新朋友 他们就问我 你家是北京哪的 我也懒得解释嘛 解释成本很高 我说那个 我家就在北京南边那块 你要找我的话 你就一直往南走 差不多过了山东就到了 差不多 我也问过我爸 他就给我整一些小俗语 说什么 什么北京人 苏北人 人生来自由 不要让别人定义 你是什么人 结果前年 他因为资金链断了 货款接不上 被定义成了 失信被执行人 发言电话打到我这儿了 一开始 给我打我还不信呢 我以为是我最痛恨的那种 电信诈骗 跟我说 你爸欠款46万 有单子要邮给你 你现在住哪个区 我说我救助你们 缅北园区 在这里要跟 淮安市人民法院 说一声对不起 我当时在反诈APP里 给你们举报了 当时 最后单子都游到我公司了 我说赶紧问他 他说 是 生意出了点小问题 不过儿子你放心 钱 生外之物 人都是光溜溜地来 光溜溜地走的 爸有办法 我慌了 我说 爸你想的办法 不会是光溜溜地 举个身份证吧 就你现在这品项 你也够像能带到 我说 爸 还是我来吧 我是说 我帮他还债 28岁 我选择了替付还债 都说我们这边人不容易 是吧 年龄轻轻就背上了车袋 房袋 你们有人背过上一代吗 富外如山 富债更如山 我就开始到处接演出 小佳 川阁 广志 海园 谁专场我都去开场 谁演出都有我 我就好像那种奢侈品里边的配货 但演出费发到我手里 我也不敢花 平时生活 那叫一个拮据 就是能从朋友家顺的坚决不买 跟以前的我完全不一样 以前的我个性签名是 如果你给我的和给他的一样 那我宁愿不要 后来的我是 这个东西他要是不要 你能不能给我 不过也幸好我爸也不打花钱了 被法院陷高了嘛 他用不了电子支付 也坐不了高铁 车也被拍卖了 芝麻信用分 三百五 扫不了 共享单车 别人是 陆宗一是爸爸去哪 我是爸爸哪都去不了 天天憋在家里 就想这事都磨着了 真是 有一天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 就会给你打开一扇门 不行 爸想了 反而去上海 找个有钱的架了 我说 爸那合着 在你眼里 上帝给你打开那扇门 是一扇倒查门呢 我就真的在想 他要是真的来了 我带他上哪找啊 相亲角啊 真带他去了 咋给他写那牌子呀 人家牌子上写 二十三岁 海归 毕业于九八五 二一一 我写五十八岁 老赖 应偿还 四六零零零零 感觉我们俩拿那牌子 都不应该在相亲角 应该在地铁口 我爸往那一跪 我往前面一躺 来人问说 你们父子俩太惨了 给你们扫脑啊 不好意思 我们只收现金 不好意思 他呢也开始发现了 自己帮不上我 开始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以前都不怎么找我的 现在天天给我发 早安 晚安 在干嘛 忙不忙 再忙要记得吃饭哦 我有时候看着我的恍惚 我说我爸这些 不都是舔狗的词儿吗 很奇怪啊 我居然从我的父亲身上 看到了自己 年轻时候的影子 你知道吧 然后我有时候 忘了回他 他为了知道 我在哪演出 他就特地下载了 一个小某书 就天天看我repo 从一个爸爸 变成了一个momo 然后 就这还给我惹麻烦 你知道有个repo 说我眼睛小吗 但他说得很幽默 他说 也不知道 Kid是不是在台上睡着了 不敢大声笑 害怕吵醒他 那我爸也没看懂 在下面给人评论 说吵不醒呢 他睡觉可死了 然后在我爸 这条评论下面 六十几条 姐妹什么瓜 我说法官大人 能不能把他手机 也给我拍卖了 然后前两年 我就给他打电话问嘛 我说你 给你还完了 你咋打算 他说儿子 爸打算再找个项目 有个新政策利好 咱们一定能把这钱亏的 都赚回来 我又知道 这应该不是我最后一次 帮他还债了 很可能一山未平 一山又起 我的父爱 就是乌蒙山 连着山外山 本来这就是我的结尾 但我刚才在后面 突然想到 之前罗老师 在这个舞台上 也讲过还债的事 他说等他 真的还完了 他要拍一个 真还传 我也打算拍一个 我要拍 负债如山 也没把我压跪下 这就是一个 玫瑰的故事 想完了 谢谢你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Kid 我今天26岁了 还没有女朋友 我妈都急着要去 给我相亲了 我才不去呢 你说就我目前 干这个职业 这个搞笑男的身份 我拿什么 去和那种 婚恋市场里的 IT男金融男 相竞争啊 人家往那一坐 西装革履 特别带拍 车要是往桌上一拍 我年薪百万 开公司的 我往那一坐 我年薪百万 开玩笑的 没法竞争 但其实 作为男孩 我也能理解我爸妈 因为作为男孩 除了父母 没人能在感情里 帮助我了 但女孩就不是 我觉得男孩 女孩最大的区别 就是团结 我的每个前女友 都有好几个闺蜜群 随时待命 他们的群终指是 一根筷子一折断 但众人石柴火焰高 离群孤雁非不远 是一个辣妹三个帮的 兄弟们 你以为你在和 一个女孩眉目传情 但你不知道背后 有多少个微信 在垂帘听证啊 兄弟们 有时候他不是 扁蛋不想绑在板凳上 他是其他扁蛋 不让扁蛋绑在板凳上 这就是为什么 女孩总说 我们要一个人 活得像一支队伍 因为他们真有啊 但这种凝聚力 这种团结 你在男孩身上 一辈子看吗 我参加的所有婚礼上 所有女孩 都是眼含热泪 在帮着新娘拍照 披图选滤镜 但所有的男孩 都在等着新郎 叫出那一声 爸爸 我说 这种是男孩 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搞笑的机会 我们可以不高 不富 不帅 但一定要搞笑 不计后果的搞笑 这就导致 一旦涉及到感情 我的兄弟们 就只会帮到忙 我之前带我的女朋友 叫我最好的哥们 刚子 刚子 张嘴 第一句话就是 昨天不是这个呀 当时想明白了 我立马 做了两个举动 第一 我打开了我的手机 删掉了里边 最直男的软件 直男浓度最高的软件 某扑 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了 在感情里 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 boys help boys 这是好像你看到 你班级里坐在最后一排 那帮成绩最差的同学 组成了一个study group 那哪是study group呀 那就是一本错题集呀 他们就不是来学习的 他们就是来搞笑的 我之前在上面 发过一篇帖子 我说兄弟们 帮我参谋参谋 晚上终于约到了 女神出去喝酒 喝之前 应该带她一起 吃点什么呢 下面赞最高的评论是 偷包 纯搞笑 你作为直男 说过最浪漫的话是什么 胡人总冠军 我觉得是勇士 Ridiculous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做第二个举动 我觉得我要知道正确答案 我要深入敌营 我下载了小某书 下载不准确 应该说是钻研 安装完 他问我对什么方向感兴趣 我一次点了 探电拍照塔罗牌 美妆穿搭 淘白白 大叔军每天推送给我的 我一条不拉 因为你推的 那就是我需要学的 那三个月对我来说 都不是一个季度 而是一次涅槃 那之后我又加到了一个女孩 加了微信的第一天晚上 我就帮他分析出了 他最近工作不顺 是因为上升行坐 双子座 刚刚进入水泥 后来见了面 我说你这个甜辣没封的外套 是新款吗 怪不得那么好看 我给他买奶茶 买了四杯 让他选 给他拍照 打开了九宫阁 到家之后 我还给他发过去一条 我说辛苦你了 这么迟好吧 这么好看的 装卸掉 他还给我发过来一条 嗯 也辛苦你了 姐妹 我这深入敌营 怎么还让招安了呢 当时毫不有欲 我就把我的某扑下了回来 比起姐妹的姐妹 我还是想当刚子的爸爸 小王老谢谢你们 你好大家好 我是Kid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主题是 不上班行不行 当然行 我就一天班都没上过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rapper 所以我以前 我现在今天看到 曾毅老师 我真的感到特别亲切 因为我们都属于那种好rapper 最起码我们遵纪守法 你知道吗 就是 不管唱得怎么样 人做得不错 人做得不错 刚来唱的时候 我就想着 不上班可以 但是不赚钱不行 所以晚上做音乐 白天找了一个运动品牌的兼职 相信大家从我这个气质 应该能看出来 我当时主要负责的 就是女装的这一层 主要是普通的妆那一层 所以那段时间 每天晚上在卧室里路说唱 哪怕我是晚辈 也绝对不会谄媚 白天到店里 哎呀姐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但是哪怕我嘴这么甜 也有一些阿姨 我搞定不了 比如那种 拖了一个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来之后 他们从来不买东西 他们只是想跟你说话 一张嘴就是那种 你过年才会听到的问题 哎小伙子你在这里上班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哎呦 才三千多怎么活得下去的啊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哎呦 没有买房怎么活得下去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哎呦 天天吃外卖怎么活得下去 怎么 他就走掉了你知道吗 他就从我面前走掉了 我经常感觉这些阿姨来这个店里 就是想来看看我死了没有 要有一天我真的死在这个店里 这个阿姨觉得我过来说 啊这个小伙子我知道的呀 哎呦 他就是车外卖车死的呀 他就是 要不然是租房子租死的 也有可能是穷死的 后来就干了两月不干了 发现三千多在上海 确实活不下去 就来做了这个脱口秀 还不如那个呢 干脱口秀也两年了 其实挺开心的 但是两年一直有一个事很困扰我 这两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问自己 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帅哥 我以前没觉得自己帅 我只知道自己长得不丑 当我干了这行之后发现 干脱口秀 你只要长得不丑 那你就是帅 带着这个疑惑 我去问了我们的公司一个女同事 她说我们之前早就讨论过 你不属于那种五官帅的帅哥 你属于我们现在说的那种 氛围感帅哥 我一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这张脸上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帅了 因为我的帅需要这么一个生僻的氛围 作为我帅的定语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氛围这个词了 我上次听到氛围这个词 还是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说借堂课氛围两个部分 氛围两个部分 这是我上次就听到氛围这个词 我的氛围就是这样 就是莫名其妙 但是做投球其实很累 不管是线下演出还是这种录节目 其实这种录节目真的很累 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高强度的说话 导致每次录制完都是一个 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在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 在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下 碰到一个特别想跟你说话的网约车司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甚至从上车他说第一句话你就知道 完了 我们录完第一期的时候 我就碰到这么一个 从上车第一句话我就知道完了 上车第一句话就是 尾号2118 哎呀 2118 送你回家 多大岁数啊 我看你也就三十出头吧 我当时太累了 我只想敷衍一下 我说嗯 对 哦 那你们在这个片场是拍电影的是吧 我说是 对 哦 娱乐圈呢 娱乐圈水深呢 千万小心哦 但是赚的肯定不少 那不像我们 一个月累死累活了 才两万多块钱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陌生人 素未蒙面就能戳到我的痛处 我沉默了 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现在这两万多块钱 哪里还算钱啊 你说说 刚在郊区买个房 车贷房贷一还 就剩一万多了 一万多够谁花的呀 够你花吗 对不对 对的 真的 大哥吸着一下之后 我就再也没听到说什么了 我满脑都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没有经过这么一天辛苦的录制 我在全盛时期 能不能跟他聊个五五开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聊不过他 他比我还莫名其妙 我就在想 全上海到底有没有一个人能治得住他 我只想到了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是一个运动品牌门口的订单 上来一个拖着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上来之后司机没说话阿姨先说话了 哎小伙子你开这个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我们一个月就两万多块钱 哎呦两万多块钱怎么活得下去的 两万多块钱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刚在郊区买个房 哎呦这郊区怎么活得下去的 这郊区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我们一般就是 哦呀你天天吃 这怎么活得 你哪怕吃点外卖的 你哪怕 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是KID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KID 不知道大家有认识我的朋友吗 我现在在全职运营一家脱口修俱乐部叫山羊Goat 位置是在上海市乡北路一号四楼 微博是山羊Goat上海 公众号也是这个名字 我的表演结束了 谢谢大家 太过玩笑 对我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剪票啊 卖酒啊 加一加女观众微信啊 今天过年的时候 之前有一个加的女观众 她发了一条朋友圈 是一个游戏 叫你点赞 我在下面评论我对你的印象 你没有见过这个游戏吗 然后我就点了赞 点完赞之后我就在想 她会怎么样评价我 我觉得往好说 她会说我一些优点 比如高啊 帅啊 水影好听啊 我觉得往差了说 她也会说我长得像牧村拓栽吧 好像这边飘过去几个问号 但是就让我没想到 也让我一直难受到现在的事 她在下面评价的是 山羊的检票小哥 人超好 我说不是吧 我每天打扮成这样 到这个剧场里来 你就不要关注我的内战了好吗 就很奇怪 就是那也是第一次 我收到一张来自女孩的好人卡 因为之前的都是 你好坏呀 就很奇怪 对 然后那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玩过这种游戏 甚至连朋友圈都刷得少了 因为我不想有人再因为我的好 而忽略了我的外表 有很多人说会很羡慕我的工作 但其实这也是一份很枯燥的工作 因为它重复性很高 每天都要扫上百张的门票二维码 所以就是我现在已经有条件反射了 就我一看到二维码就想扫 不是说控制了 支持了很多地铁上的创业梦想 包括什么周五八点的什么创业梦想 我也都支持过 而且就经常为了等迟到的观众 我就得守在那个剧场的入口 经常会觉得 我是为了几个不一定会来的陌生人 而把自己关在了艺术的门外 在脱口秀的殿堂前来回踱步 要么你们看脱口秀 要么是通过线上 要么是通过线下 我不一样 我通过门缝 透过门缝 看到我离幽默的距离这么近 又那么远 有时候都觉得 我都不是一个脱口秀的工作人员 我就是脱口秀的守门人 你们懂我那种感觉吗 就是这帮人能有今天 还不是因为 还不是因为 我占好了每一班稿 哪有什么英雄 只不过是有人在负重检票 人超好 因为我今天24岁 虽然很年轻 但是我很害怕长大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发现 你越长大一点 你的心态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变化 我18岁的时候 每天脑子里都是 这个事 他能做到 我凭什么做不到 再过两年 这个心态变成了 这个事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给我 我应该做不到吧 再到现在 现在我的心态是 这个事你别给我做 我肯定不行 就明显能感觉到 自己这种心态会产生变化 但是让我更烦恼的是 每当我下定决心 说我要改变 我的脑海里就会飘出来 一个声音对我说 别急嘛 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怎么形容我这种心态呢 大概就是心有猛虎 但是安于现状 用一个梦想 来放弃另一个梦想 就只能不停地对自己说 It's okay It's okay 只能这样 很奇怪 我害怕长大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我不想过生日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实现过生日愿望 07年的时候 我许的生日愿望是 希望我爸爸财源广进 第二年金融危机 我爸就失业了 十几岁的时候 我许的愿望是 这次就不要财源广进了 我们家人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第二个月 我奶奶就生病去世了 那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许过生日愿望 毕竟获不及家人嘛 但是 但是直到去年 大家在山羊一会儿 给我过生日 李丹说来许个月 我说谢腰部了 他说来许一个 别害羞嘛 我能说什么 但是我说 祝我们托国旧大会越来越好 也祝你一帆风顺 谢谢大家 我是Kid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我以前是一个rapper 能看出来吗 怎么看 看出来了吗 我还想再问你一遍一遍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我以前是一个rapper 能看出来吗 就是这样 我之前18年还去参加过 说唱节目的海选 然后被淘汰了 当时被淘汰之后 我就坐地铁回家嘛 那也是我坐过 最奇妙的北京地铁 因为放眼望去 一车都是被淘汰rapper 当时 一地铁都是被淘汰rapper 脖子上都是金链的 你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过得安检 当时在那个车厢中间 我整个人疑惑极了 我说该不会 这就是你们每天说的这个 under 该不会 该不会这就是under 当时在海选的时候 有一些发现 发现所有的rapper都特别喜欢说英文 你们没有发现了 当然 整个海选场馆里面 每个rapper见面打招呼 一定是 Yo what's up man Yo what's up bro Yo what's up homie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rapper说 你好朋友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我听了一整天 他们都在说英文 但我听了一整天 我又发现 他们会的英文又不多 说来说句 一个人有四句 Keep it real Respect DJ drop the bea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所有的rapper就会这四个 你不管跟哪个rapper说话 他一定是 嗯 yea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We keep it real You show me respect 你问他abandon 怎么拼 他说啊 AB Woo 我说大哥 你doing what 他都演 后来就没有再多说唱了 自己总结了一下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我做不到keep real 如果你让我keep real 我就当不了rapper 因为大家知道rapper 就等于那种特别帅 特别酷 特别有钱 一张嘴给女孩唱歌就是 坐下 坐上我的副驾 你打扮的还是一样 很热辣 但我的经济情况很困难 我没车 我一唱歌 我只能给女孩唱 我说坐下 尝尝我的泡面 哎呀 这个榨菜被我吃完了 实在是抱歉 看着其他的 看着其他的rapper 开着豪车喝着拉肺 我在旁边买一份烤冷面 都得用花呗 我接受不了 你知道我接受不了 那都让我觉得困难的是 我没法跟我父母去沟通这个事 因为我太了解我妈了 如果我去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不想要行归岛举 安部就班 我要去找寻我自己的人生了 在我妈听来一定是 妈 我不想要我自己的人生了 这就是我妈 你知道吗 她们只会听到 part of them 但大学毕业那天 我还是鼓起勇气 我就找到我妈 我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要当rapper 只有我能整 只有中文说唱 我要带领中文说唱 走向新的高度 冲出亚洲妈妈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出乎一亮 我妈没有生气 我妈看了我眼说 我可不懂 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吧 别好 我说妈 你这不是懂吗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懂 你也太不keep it real了 我妈说没钱找你爸去 我就找了我爸 我爸是一个 特别开明的人 他听我说了一大堆 他说儿子 I know 这个事爸必须支持你 给了我一根金链子 说儿子需要这个不 我说爸就是这个 有了这个 我就能当rapper了 以后赚了钱 我给你买一条新的 我给你买车 给你买房 你不是喜欢钓鱼吗 我把你平时去的那个水坝 都给你买下来 名字我都想好了 咱爷儿俩就叫他 Rispa 谢谢大家 我给你 我们下吧 听就算是什么 你 你们下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